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四成则希望雇主提升视讯工具 促进工作效率 那么面对这个新常态 有公司就尝试不同的视讯方式 包括利用特制的头套进入虚拟世界开会 还能够和对方一起握手 拉近彼此的距离 本地有公司研发了虚拟实境协作平台 开创视讯会议的新趋势 我们和记者蓝蜜婷一起去体验 居家办公离不开通过视讯沟通 但长时间对着镜头 精神难免无法集中 不如换个方式增添心意 我现在就要尝试进入这个虚拟世界 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会议 戴上虚拟实境头盔 再拿着遥控器 设定好自己的虚拟代表人物就能开始 虽然现在我们靠得很近 大家其实是从自念八方来的 我是在家里 会商也是在家里 疫情期间当然我们很难得不用戴口罩 然后可以这么近距离的一直讲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在虚拟世界做了一件 我们很久没有做的事 就是握手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评论一个学生的3D设计作品 这条绒做得很好 但是可能某一方面 可能这边需要改一下 可能这边不是很好 你也可以说放一个在这边 这个是一个贴纸 拿着到 对 所以我放哪里都行 放哪里都可以 真的可以很近距离的去看 可以很近距离的去看 此外虚拟会议也能搬到较正式的会议室 只要上载图像 影像 甚至是三维模型 就能在会议中播放 或是动手组装三维模型 Ronnie 回到真实世界感觉怎样 好想我同事 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视讯软件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有必要吗 对我动画制作来说很重要 拿一个笔画 我就在那个 monitor 这样画 但是他们可能不了解 所以假如像我们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能够 我可以第一时间就是在那边动了 adjust 然后我们就明白 很快地就明白 所以最重要的是想很多时间 这套系统利用四年研发 这家科技公司原本是开发虚拟实际游戏 但疫情推遭了市场对视讯工具的需求 于是便转换发展轨道 整个科技已经变得更加有一个价值性了 而且这一年来 它的硬件的价钱也是跌了很多 而且我们整个平台也现在开发到一个 到了一个程度 我们不需要全部都是要虚拟现实的头盔 我们甚至可以用增强现实 或者用平板电脑都可以同时一起互动 公司目前也和医疗保安等机构合作测试软件 计划在四个月后推出市场 国外也有类似的虚拟实际视讯软件 拍张照片 制作虚拟人物造型 就能和同事在虚拟空间见面 美国硅谷的一家科技媒体公司 就尝试通过这个方式举行年终派对 我们希望找到新的和兴趣 和更加联系 如果我们用VR机构 如果我们用比较多一天 我们可以认识在我们的题目 我们用了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 像双方式举行业 像业务业务举行业 比较工作业 业者指出 在虚拟世界与会 言论更陡积一点 参与者也会较投入 这类视讯方式在美国也还未普遍 但潜力无限 优优独播剧场——ue